Hello 大家好 我是中哥 今天影片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What's on my iPhone 我自己的手機主要分為四個層面 第一 跟大家都一樣 就是要電話的最根本原因 溝通 第二 要組織我的人生 第三 要工作 最後就是consuming content 主要是你一有新手機 其實你都需要做到這件事 就是看Facebook Instagram 聽歌 這些都是一個consuming content 的一件事 我自己用電話的中指 其實我盡量都想一切都重選 不要有太多複雜的app 不要用太多不同的app去運作 因為其實人生都已經是非常複雜 我就不想連用電話都把我的人生複雜化 好 事不宜遲 馬上去片 首先很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Layout 其實一進到我的Home Screen 其實我只有兩版 這些不是我所有的app 我有其他不太常用的app 我就全部放在一個app library 很多我認識的人 其實他們的iPhone 至少有四至五版 然後就有很多app 全部都放出來 但其實我也是剛才所說的 一切重選 需要用到的app 才放出來的Home Screen 讓我看到它用的 如果我需要用一些Home Screen 沒有的app 其實我寧願直接 好像這樣掃下來 然後搜尋 例如我現在要找Facebook 那我就... 非常之快 那我就可以找到 那我就不用在逐版 逐版一邊掃 然後都掃得好 然後還未找到的app 好 首先講一下Widget 第一版的Widget 我會覺得它非常非常有用 每次想搜尋一些東西的時候 我就按它 那我就... 對... 可以開始搜尋 非常之... 方便 快 下面的Widget 它就寫了Reminder 其實是我的目標 就是... 暫時的目標 Bench Press 80kg Squad 100kg Trial 1 1% System 就是一些我暫時想做到的目標 我每次打開Home Screen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東西 那我就知道 OK 這個是我需要做到的一些項目 OK 那另一班的Widget 我就有這個Google Calendar Strava 和另一個Reminder 基本上Google Calendar 就是組織我所有的 一個... Calendar App 那現在我們看到 12點到2點半 我就要做一個Felming 其實按一下Pay的時候 OK 那我整個星期我需要做的項目 我所有要做的 全部都會放在這個 Google Calendar 而Strava 這就是一個... 踩單車 和跑步的一個Tracker App 非常之簡單 就是純粹你跑的時候 按按按鈕錶 然後它就調查你跑了多少公里 你走了什麼路 這樣而已 下面那個Reminder 和另一版有什麼分別呢 剛才那個就所說 是一個目標 那這個就是真的一些Reminder 要提醒我自己一陣子 或者未來有什麼需要做的 那我就... 都會寫在這裡 那這兩款App 就是我每天最常用的一些App 之後就會根據每一個層面 來去... 逐個逐個跟大家說一下 他們是做什麼的啦 好 首先跟大家說一下 我是怎樣用我的電話 來去組織我的人生 還有做一些Scheduling 剛剛其實已經有提過 我會用Google Calendar 來去... 調查我每天需要做的項目 這個是第一樣 第二個 這個是我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App 自2019年 我每天幾乎都會用到這個App 和軟件 我在電話有 iPad 電腦 也都有 非常重要 它基本上是我第二個腦 之前如果有非常留心 我每一條影片的觀眾 可能都會知道我其實提過這個App 很多次了 Notion Notion 簡單來說 其實是一個Note-taking system 意思就是你用一些不同的Template 去記下一些你想要做的事情 不同的Note-taking app 然後你一直寫 寫到最底 但這個呢 它真的用一些非常複雜 和複雜的Template 來做的 例如...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我的YouTube 是怎樣去組織的呢 就有一個... 一進來... Youtube workflow 就有一個... Bord field 我就可以寫下 OK 現在有想法 我每次有什麼想法 我就會寫下 拍不拍呢 就零計 總之有想法 先寫下 下一部就是要找一些... 找一些... 關鍵的東西 OK 這條影片決定要開始拍了 我就好 開始寫稿 或者做一些準備 Ready to film How I use my phone 對 就是現在的這條影片 寫一些非常簡單的scripting 然後要想一下 Thumbnail Title 大概要做什麼 然後要看看有什麼 是拍了 1st cut 2nd cut 剪片 什麼時候要出 整個過程 之前我還在讀RKEY的時候 我也是有用這個app 來去... 錄製一些... lecture notes 然後要做一些 planning 讓大家看看 OK 3rd year 當時只讀兩科 BTD Building Technology 和DS Design Studio 其實我也忘記有什麼東西 當時只做了一個... 每一份功課 就是81,82,83 每一個就代表一個功課 試試按一下這個 Ds,82 噢...很多東西 82當時是要設定一個 apartment 有個submission checklist 這份功課就有很多東西 OK 要做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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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完的時候 OK 然後到下面的時候 有些 planner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想法 要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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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不同的 template 然後下面 Ds Notes 就是一些 lecture notes 或者是有時候 採取到的一些資料 這樣去做 老實說 其實我自己覺得 這個app 對很多人來說 是非常複雜的 但是因為我已經用了很多年 就是19年開始用 又不太適用 慢慢開始玩不同的 template 然後到現在 其實基本上 完全組織了我所有的人生 無論是工作方面 我每個星期需要做的事情 我看過的書 聽過的podcast 我寫過的notes 全部都放在裡面 即是我youtube 那裡我有 然後還有工作方面 看看這個fitness beast 很簡單 給大家看一下 我是怎樣組織我的business 一進來 Personal Training 現在我Personal Training 的client 我要做什麼 這位客人 他需要一個program update 然後一些要general follow up 然後這個shedle for next section 要預約下個section 是怎樣 然後有什麼notes 現在的progress 去到什麼 有什麼重要的事情 然後instagram 今個星期 我需要準備這些post 準備要拍 準備要scripting 然後下個星期 需要做什麼 這幾個就是我要做的事情 然後organize 然後1% system 就是我現在工作的一個project 然後這個general workflow 就是提醒自己每一個步驟 的時候可能需要做什麼 例如我要打給客人 說這件事 那我就可能有時候 突然間不知道要怎麼說 那ok 再看一個template 那就ok 看看怎樣做 所以在organize 我的daily life 和scheduling 就是notion 和google cananda 這兩個app 好 接著就跟大家說一下 我的工作層面方面 我是怎樣用我的電話去做的 第一個app 剛剛才提及到notion manage我的client 和manage我的project 然後我最常用到的兩個app 就是google document 和google sheet 之前呢 我主要都會用google doc 來去draft我的訓練program 給客人 現在主要我都會用google sheet 那我就不介意給大家看一下 OK 進來 首先是一個nutrition sheet 其實如果你跟我做 個人訓練的話 你都會有一份這個google sheet 首先一進來就是nutrition plan 大概就寫下你的 很簡單幫你計一下你的tdee 就是你每天需要吃的卡路里 那就可以幫你計算每天要吃多少 然後就 我現在的balking plan 這個就是我每天需要吃的份量 那什麼食物要吃多少 就非常簡單 那之後week1、week2 這些全部都是訓練program 現在我是在做四天的訓練 很簡單的一些program sheet 有exercise 做幾個set 幾重 然後rest 有些man notes 甚至會放一些link 讓客人看看 動作是怎樣做的 另外就是會用到這個google drive google drive 其實大家都一點都不陌生的 另外就是這個insta360 insta360 就是一個運動相機仔 有的app 有時拍攝的時候 我就可以用電話看著 這樣 這幾個app 就是我在工作層面上會用的app 非常簡單 不用太過複雜的 來到下一個層面 consuming content 最簡單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這些就不說 全部人都有 我相信 就特別說一下這個audible 和spotify 那audible大家都應該知道 就是一個電子書、聽書、audiobook 剛剛開始subscribe了兩個月 首先提了一本 The Emits Revisited 這本真的是 非常好的business書 現在就在聽著這本 Atomic Habits 那到spotify 其實很多人都是用來聽歌 對我來說 除了聽歌之外 都會用來聽podcast podcast 我最主要只是看兩個人 聽兩個人的podcast 第一個就是Ali Abdel 我最喜歡的youtuber 第二個就是Jordan Syed Jordan Syed 是我自己一個 非常喜歡的 一個fitness influencer 所以他那些podcast 我也非常喜歡聽 聽歌方面 其實我已經盡量 沒有特別去找新歌 我最主要是有幾個 第一樣一定不少的 我最近最喜歡的 Blackpink 有在spotify追蹤我的人 應該長期都看見我 在玩Blackpink的歌 因為 除了我喜歡之外 另外我就不用特地去想 亦都可以聽得很開心 除了Blackpink之外 我也會聽BTS 但BTS 我通常都是去gym的時候 我才會聽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歌 夠hype 有時候我做一些很重的事情 就需要一些很hype的歌 大小的耳機就爆自己 另外還有聽些什麼歌 我喜歡聽Disney 喜歡聽吉卜力 Ghibli Studio 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但其實我也很喜歡聽Metal 基本上我聽的音樂 都算是很廣 可以聽到Metal 然後聽到Blackpink 然後突然聽到Disney 聽得很廣 其實也會是用的 我喜歡和正常人一樣 通常是WhatsApp Facebook Messenger ウeChat Telegram 通常的 不特別 那些 huh 組織人生工作 索ummintontent 層面 都講 придум自相 其他 app 全部都是一些 每天都會用的 一些 很個人的般 小app 第一班的Home Stream 全部都講過 剩連兩個app 第一个就是Coinbank 就是银行的APP 基本上每个在澳洲有手机的人 都应该会有一个银行APP 然后Sleep Cycle 主要是用来查询你的睡觉效果 但我就用它来做一个闹钟的APP 按进去的时候就看到 如果我要8点起床的话 它就写着Wake up easy between 7点45-8点 主意就是在15分钟里 找你一个最淺满的时间 叫你起床 你起床的时候就不太辛苦 其实这个时间的区域 你可以教15分钟 半个小时 甚至是45分钟 我之前觉得睡得最舒服的就是 半个小时 第二板Home Screen有的东西就是 Reward Reward就是Wuwerf的超市的 草睡APP 下面Sleep Life就是Formally Mi Fit 其实我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Mi Band 还有一个Mi Scale 就是 都是那些 查询你的身体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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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这样的APP 其实那些粒粒粒粒的APP 都有一大堆的 但是就不逐个逐个说 因为它们不是我每一天都必需要 用到的APP 所以我就收起它 不让自己看 因为都是那句 不想把自己的人生複杂化 很简单 一开 有两板 用得最多的APP OK 就算了 以上就是我 怎样用我的电话的分享 其实为什么会想拍这一条片呢 就是因为 早在2019年的时候 刚刚开始 认识到AliApp的这位YouTuber 令我成为 一个小小的苹果粉丝 都经常看AliApp 和其他不同的人 看他们的电话 iPad 有什么很棒的APP 可能是To-Do List 有一大堆的APP 然后Journaling 有一大堆APP 然后其他Notion 然后其他很多很酷 很棒的APP 当时就一直抱着这个心态 就下载了很多不同的APP 去试试 然后觉得好像很棒 但到最后发现 其实是用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这些APP 反而是复杂了自己的人生 到现在这个点 反而是最简单 最基本的APP 已经可以帮你做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今天这条片的类型 我会把它归类为 Productivity Type的影片 其实我开始看AliApp 之后 其实我一直有个想法 是想拍一些 跟Productivity有关的影片 但大家可能也有一只 觉得我太正经 还有有时候我怕 这个Imposter Syndrome 就好像觉得自己 不太适合去教大家 但我是真的一直很想拍的 麻烦大家留言告诉我 这条片你觉得拍成如何 这些题目 你有没有兴趣听 那这条片就来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看的话 那就记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 那就记得按钟仔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